你看啊 我們談戀愛的時候 總不能只有 快樂的時候吧 也有吵架的時候啊 矛盾 無論怎樣 我都想出去了 好 怎麼了 看個小說 能過成這樣 這小說寫得太感人了 那講的是什麼故事 它講的是 女主剛和她的 未婚夫訂婚 一戰就爆發了 可等來的 卻是未婚夫戰王的消息 但女主堅信 如果她未婚夫真的死了 他一定能感应得到的 所以他决定离乡 去前线寻找他的未婚夫 我现在 特别能够理解他的感受 如果你很爱很爱一个人的话 无论相隔多远 你一定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如果他未婚夫真的死了 他也一定能感应得到 所以艾老师 你去非洲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保护好自己 我可不想哪一天 收到你不好的消息 你的小脑袋 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 不过说真的 你去非洲 到底不能发情心 可以啊 之前去过那里的同事跟我说 那里面有网 但可能住地有的时候会断网 我不管啊 反正你每一天 都要给我发平安的消息 如果要是哪一天 我收不到你的信息啊 我就立刻去非洲找你 那我干脆 把你装到口袋里面 一起带去非洲特劳 可以吗 想都没有 带你去任何地方 我都愿意 除了带你一起去住 沈凌 我都愿意 你还还没睡 你还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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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睡 你走前的最后一回事 如果睡着了 就像一秒鐘 溜走了一樣 那你睡 我不睡 這樣的話 時間就不會溜走了 那老師 我想聽你唱歌 你好像 從來沒有唱過 我不會唱歌 嗯 我相信你 你唱得很好聽 唱吧 我的小時候 吵鬧任性的時候 我的外婆 總會吵鬧 唱個紅紅 我還喜歡這首歌 我會唱歌 那我還知道 我會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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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